一年一度台南施木鱼文化季 24号在七谷正式开跑 这回还举办了首届的施木鱼学美比赛 18位渔民仅过了一番角逐之后 最后是有一尾重达4.33公斤 身长77公分的施木鱼 得到了施贵妃的荣誉 让民众看了直说好新奇 现场欢声雷动 民众目光都在施木鱼上 这几尾鱼不止又肥又美 还是台南首届施木鱼学美比赛 脱颖而出的前三名 还蛮有趣的 那个鱼养了三年 真好啊 骑的人有成就感啊 鱼民双手碰的 就是这回选拔冠军施贵妃 经过整整三年的耐心养育 这位鱼重量达4.33公斤 长77公分 BMI值7.3 简直就是施木鱼界超模身材 选那个身长比较长 比较肥美的 所以那个BMI值越高 表示长得越漂亮越匀秤 跟人体一样 比外在比内在美 由于台南养殖施木鱼 面积全台第一 为了提升产业价值 第11届施木鱼文化季 24号由7股施藏美味开炮 现场不仅选美比赛炒星旗 还有各种施木鱼料理 大火下锅炸到金黄 接着淋上笋子甜椒等配料 拌炒出的灵魂酱汁 酥脆口感大火好评 而同样热门的还有旧刀烤鱼 就很软很热门 然后又脆的 然后不会有鱼腥味 感觉摸出来了 软嫩肉质入口即化 民众吃一口就爱上 不仅如此 麻油湿木鱼面线 湿木鱼头饭团等等 都值得来尝鲜 体验前所未有的湿木鱼魅力 谢谢红不齐台南餐访报道 好 好 好